美国加拿大的朋友大家好,我是高圆圆 那我跟亭峰主演的《一生一世》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记住是9月5号 那这一部电影呢,有点伤感,但是也很温暖 它讲述的是我们两个从小就认识 然后经历了从北京到纽约 然后再回到北京的情感的经历,很感人 然后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《一生一世》的概念提出来 那我希望你们喜欢 我也希望你们从里面可以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别忘了9月5号到影院去支持我们的电影《一生一世》 在这里祝大家中秋愉快 我已经习惯了它不远不近的脚步声 不知道为什么这脚步声让我心里很踏实 始终觉得它不会离开我 但它真的消失了 跟在你后面那么多年 当然能认出你的脚步声 就算现在闭上眼睛 我也能在很多人中分辨出你的脚步声